祝福建这个小县城自己本身不省长一根红木 却自作了全国90%的高端红木家具 这里是先有全国明星古典家具四大流派之一 仙作的当生地 很少有一种家具能像仙作家具一样 让人侵入一种永恒不变的情感 它最早起源于晚唐佛教寺庙的建筑雕刻艺术 随着先有的能工巧匠们把建筑雕刻艺术逐渐融入家具 时有先作 其后千年 蒲仙科具鼎盛 一大批站在权力中心的蒲仙籍文人 开始影响先作艺术风格 创作出有别于苏作才子器 广作商古器的儒家风格 最典型的就是由其一手创造的太师椅 造型上缘下方 深刻承载着成天象地天原地方的儒家哲学概念 自此先作专重品运由此落定 到了明朝 随着正和下西洋 紫塘墓 环花林墓 头墓等名贵木材 大量有入先游 这一时期 先作无论在木工制作造型 还是在雕刻装饰的图案 花文都予真完美 都说一生一世一双人 一桌一蚁便是家 一半是烟火 一半是失忆 千年的禁论 很融合 先作家具已然成为一件极实用性和欣赏性为一体的家具 它是古人贡献给我们的一种独有的家文化 既能支撑其琐碎烟火日常 又能支撑无数闲情意志 岁岁绵绵春夏秋冬 时间没有给先作家具带来摔袋和沉默之气 反而越老越有味道 而那些曾经炙热的感情 也引人融入木头的纹理 那些深刻的记忆 千年之后 依旧在一损一毛之间往复穿插 他从来不是没有生气的事物 而是一个有灵魂的人物 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